全台气温越飙越高 根据卫福部的统计截至23号 6月已经有多达443人 因为热伤害紧急送医 有医院收治了一名70多岁的老妇人 她住在5楼顶楼却舍不得吹冷气 平常只开电风扇还有窗户散热 因为连续两天进食排尿都不正常 昏倒送进了急诊室 体温高达了40.5度 医师就提醒除了长者之外 失职患者还有慢性病患 以及在户外工作的工人等等 都是热伤害的高危险群 一定要特别当心 医护人员不停洒水 开了好几只电风扇 急忙帮老妇人降温 没想到体温一凉不得了 飙到40.5度 三军总医院周末收治一名热伤害患者 原来她平常只开电风扇和窗户散热 这几天持续高温 她身体越来越虚弱 家人赶紧挂急诊送医 这几天天气很热 她也不开冷气 刚好她就在5楼顶楼 最近也有接受一些 接到一些患者是年轻人户外去活动 但长时间在户外底下穿着背心 造成皮肤一到二度的烫伤 甚至起了水泡 还有20几岁的年轻人 不怕太阳火辣辣 爬山没做好防晒 送到急诊室 皮肤居然被晒到一到二度灼伤 医师指出 有些特殊族群属于高风险 像是65岁以上长者 罹患失智症和慢性病患或是婴幼童 以及户外和密闭空间工作者 另外服用抑制排汗和利尿药物 以及体重过重的民众也要特别当心 医师提醒如果自己觉得体温变高 皮肤干热变红 心跳加速 甚至出现头晕呕吐 神智混乱状况 通通都是热伤害征兆 一定要迅速降温送医 天气炎热户外互动最好喊停 记得每30分钟到一小时就补充水分 才能避免热伤害威胁 谢谢陈死板 夜灵犯台北报道